盘点江夜中诞生的是三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江夜世界近千年来堪称百花齐放 各种天资卓绝之辈如雨后春损 这大概也是人类发展最快且最鼎盛的一千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江夜世界中的那些天下第一记录 第一个历史修为境界第一 记录保持者夫子 提到江夜就不得不提夫子 夫子的境界为无举 这是人类能够修行的最后一步 夫子是人类自修行以来的第一个无举境界 大概率也是最后一个 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个历史最年轻的破五境 记录保持者冠主 只手冠冠主陈某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破五境 按照余莲的说法 冠主没有到三十岁就已经破了五境 成为世间超凡脱俗的存在 此外他的实力还是盗门千年以来第一人 千年来唯一一个清静境界的人 第三个历史最短用时破五境 记录保持者李漫漫 李漫漫虽然三十岁才进入不惑境界 但在进入洞玄境界当晚 观目云入知命 接下来只用了三天就破五境 始将夜中从洞玄境到破五境 用时最短之人 第四个历史最年轻的知命境 记录保持者陈皮皮 陈皮皮是盗门新一代的第一天才 陈皮皮十岁出席灵 入书院 取六颗甲上成绩 然后顺利登上二层楼 之后入知命 虽然陈皮皮具体入知命的时间没有说 但猜测不会超过十五岁 第五个五境之下第一 记录保持者柳白 柳白号称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初始第一是世间第一强者 同时他还是五境之下第一人 柳白虽不破五境 但是五境之上有门槛尽可斩之 尤其是人生最后一件 六境当中恐怕都没有人能接得下 第六个世间第一神服师 记录保持者颜色 颜色有着世间第一神服师之称 其在符文上的成就即便是夫子也非常的认可 第七个 活得最久的人类 记录保持者屠夫 九徒和屠夫已经活了数万年 是世间活得最久的两个人类 因为九徒结局被杀 而屠夫却还继续活着 所以屠夫大概率会是人类中活得最久的存在 第八个 最年轻的神服师 记录保持者墨珊珊 墨珊珊是世间最年轻的神服师 她在动玄境时就能写出半道神服 后来因为领悟快乐大阵 成功成为神服师 第九个 西陵历史上最年轻的才觉大神官 记录保持者叶鸿鱼 叶鸿鱼是道门不亚于陈皮皮和叶苏的天才少年 她在斩杀西陵前任才觉大神官后 继而成为西陵历史上最年轻的才觉神作 另外她的修行天赋也极其恐怖 甚至不屑于陈皮皮 争抢世间最年轻之命境的头衔 第十个 魔宗最年轻的宗主 记录保持者于莲 于莲除了是魔宗史上最年轻 且最后一位宗主 还是世间第一个修成二十三年禅的人 第十一个 江夜修行天赋第一人 记录保持者 柯浩然 柯浩然天纵之姿 只会耗人剑 却能做到一剑通万法 成长速度让夫子扎舌 猜测应该是江夜全书中的天资第一人 传说她在动玄境界时 就轻松斩杀过一名盗门之命境强者 第十二个 人间第一个清静境 记录保持者赌徒 赌徒是记载以来 人类第一个大修行者 也是第一个修行道清静境的人 也是三个 历史上人类记载过的 第一个动玄境斩杀之命境的人 记录保持者 宁缺 宁缺斩杀夏侯 是人类记载以来的 第一个动玄境斩杀之命境的人 并且他能做到佛道魔福兼修 还是江夜世界第一书法家 第十四个 第一防御 记录保持者蒋经首作 玄空寺蒋经首作 精神肉体皆成佛 只要接触大地 就拥有万法不侵的能力 第十五个 人间第一个涅槃境 记录保持者佛陀 也是全书唯一一个 第七境之人